我们继续来讲Compass 前面跟用了自由光一样的这个Vinyl的Decal 然后呢 前面有大眼睛 应该叫法一 有可能叫Advanced Technology Group Trail Hawk应该是这台车里面 最有意思的一个车了 那造型上明显和之前的不一样 轮胎 Trail Hawk轮胎 不错的小全体型轮胎 看上去应该17寸吗 17寸 17寸的轮胎215 那也就是278寸的小轮胎 全新设计Compass 旁边有标志 红色配合色 又是唐大叔的这个黑白控 上面全黑的顶 非常的亮 而且这种黑有点对吧 有点像iPhone的钢琴黑吗 这不是一般的黑 后来我们也有那种 然后红色的话 真的不错 四驱前后小钩 这台车我相信会给大家 原来可能看日本车 那个双本的那些车的人 一个更好的选择 喜欢吉普的 这个的话 我们先大家看一下 后面的空间呢 Trail Hawk也配的也是皮衣版 还是说它Ladder Edition 像那个自由光一样 但是至少你是可以选到皮衣 这款车 Rock Slider 三发二起 这个代替了Renegade 我觉得成为一个 哇 上面天窗 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 看看里面这个怎么样 喇叭用的有点像和这个Renegade 有点像一样 这一块还是非常熟悉的 标准的克莱斯勒的那些东西 这一个看来大眼睛 是有防撞功能的 哦 重新的位置 哦 四驱配合low gear 这个我不知道 原来遥传出中国会有九速变速 这个几速变速呢 我要研究一下 这样的一个小车 谁还会去想这个双本的那些 当然同好不要喷啊 这个可是新车型 给点面子 大家再来看看小造型